民進黨籍立委林一錦涉嫌炸鈴助理費 那麼經過臺南地檢署漏夜徵訊 今天清晨裁定一百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而林一錦在不出地檢所說 也說司法一定會還他清白 朋友帶來幫忙湊足的一百萬交保金 立委林一錦坐在地檢署內等待 心情相當低落 怎麼樣 零一錦請來前臺南地檢署 檢察長周章青擔任辯護律師 歷經六個小時的漏夜徵訊 檢察官認定他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二十二號早上裁定一百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海出境 林一錦一臉疲憊 走出地檢署時還一度搞不清楚方向 我台南剛剛到 我法律一定會還我清白 台南地檢署掌握關鍵證據 林一錦在北部一處ATM提款 實用的是助理提款卡 疑似長期詐領高達數百萬元的助理費 檢調二十一號分別前往 林一錦國會辦公室 以及永康服務處同步搜索 帶回大筆證物以及助理和證人等十九人 在偵訊後 五名助理分別以三到十萬元交保 黃信辦公室主任 因為涉嫌重大被申請積壓 林一錦涉灘在黨內掀起波瀾 扯出惡鬥的陰謀論 反賴的反撲不會那麼明顯 因為派系之間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派系 敢站出來公然挑戰賴清德 而且挑戰也不會成功 那這個比較多的牽扯 恐怕又是牽扯到市長初選的競爭 林一錦涉嫌詐領助理費案情還未明朗 卻已經牽扯出台南市長選舉的暗潮汹湧 記者姚文華談談報道